那不这么说 说哪一方哪一药 就是针对卫士官反流病的 不这么说 但是呢 我们中医只要你辩证准确 比方说我们常用的方计 举个例子说 我们刚才说清粒湿热 中焦湿热 我们可以用比方说用泄心汤 用橙气汤 这些方程呢 去治疗卫士官反流病 肝胃不合行 我们用酥肝喝胃的方法去治疗 比方说用柴湖酥肝散 小柴湖汤平胃散 或者说加悬浮化带者诗汤 无背散等等去治疗 如果是中焦的气虚脾胃虚弱 我们可以用香沙六菌汁汤 二层汤等等 这些方法配合悬浮化带者诗汤 无背散 这些中药 既能起到辩证失智 治病求本的这个目的 又能够控制反流 控制胃酸 这样呢 就是标本监制 从而使卫士官反流病呢 得到根本的治疗 那不仅仅是症状得到了改善 不仅是现在 当下的治疗 那么而且呢 经过中医的这种 辩证和辩病的相结合 标本监制的治疗 从而呢 获得了更加远期的疗效 特别是有些病人 比方说 既有卫士官反流病 同时呢 又有腐脏 又有便秘 我们中医说 伴有腐气的不同 这种病人呢 我们在降位 我们下期再见